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他是要淘汰算力挖矿的这个东西 然后他其他的分类还有分为被鼓励的产业跟限制的产业 所以他这个要淘汰的包含了比特币算力挖矿这件事情 那还有淘汰什么其他的东西吗 他这是一份叫做他们是一个发改委 有点像是台湾的这种国发会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政府机关 中央机关 那他这个是每四年发布一次产业结构调整的指导目录 就是说那我们国家的产业该往哪些调整 要往这个方向前进的话 那我们就要鼓励某些产业发展 然后我们要跟这个方向背道而驰的我们就要淘汰他 那居于中间的我们就是限制他 所以他发表这个产业结构调整目录 其实总共有130页 然后里面就是裸列了各种行业的例子 那他其中一个淘汰的类型 他就叫做虚拟货币的挖矿活动 举例来说比特币的虚拟货币的生产过程 大家就很好奇啊 就是说那除了这个东西之外 刚茵茵问的就是还有哪些东西 例如说他上面有其中一个就是说 超过生态承载力的旅游活动 或者是农林产品的采集活动 所以你就是不能去破坏生态的旅游 那这种旅游活动 太多人跑去那个云南这样 赏金类似这样子吧 我猜应该是这种台湾赏金活动 超过生态承载力 太多人跑去张家界 之类的 对那总之他有一个生态承载力 然后人们就是跑去那边旅游 那这种东西也是跟虚拟货币挖矿一样 是有待被淘汰的 那只是这个还蛮有趣的 就是说这一个指导目录 他虽然是指导目录啊 就是有一个是说 他是有法律的效力的在中国 那第二个就是说 他这个指导目录 他上面有特别说 如果我们没有特别写 是什么时间淘汰的话 那就是极其淘汰 但是中国这个的淘汰方式 其实跟我们有点不一样了 就是他们的淘汰方式 GP特币这个为例的话 他们是政府 他就有权随时提高 例如说矿场的电价 因为他们用电用很多嘛 那就是 你们都是贪图中国的电力 所以你们把矿场设在这边 据说现在比特币 大概有70%到75%的 全球的算力都是 在中国 都是在中国这边 那所以中国当然有 就是发现 我们变成这个比特币的 最大的矿场的国家了 这样消耗的电力 据说是相当于每一个月 500万的美国的家庭的用电量 于是当然中国就希望这个 挖矿产业可以赶快离开中国 有点像是像一开始 在2017年9月的时候 其实中国他就禁止打击ICU 他就说那你们不能在 我们的这个国内进行代币募资 那接下来可能他还把交易所 赶出中国 就是你们去哪里都可以 就是不要在我们国内 我们经济不稳定 那时候其实也就有一点风声 就是说那要禁止这些挖矿 但是还没有一个 这么明确的一个规范出来 那现在这等于就是一个 正式的公告 就是告诉大家说 我们准备要淘汰 算力挖矿 那这个不是中国 想要发展的东西 那这样听起来 我一开始听会觉得 他是在拒绝比特币这个东西 但是他这不代表说 他要拒绝发展区块链 这反而有点像是 他希望以另外一个方式 来促使产业升级 我不要做这个比较耗电的东西 但是我还是可以 继续发展区块链 其实我同意就是 中国政府的这个做法 就是之前我们有讨论过 算力挖矿这件事情 那算力挖矿 他其实严格说起来 我同意他真的是一个落后的机制 他用来保护这个区块链的运作安全 越多人贡献算力 他的安全性就越高 还可以要作怪的成本 他也跟着提高 那现在其实也有比较多 越来越多新的挖矿的机制出来 就是保护区块链的安全 其实现在大家会发现 有新的好多种不同的方式 那其中一种就是 例如说权益证明 那这是以太坊 现在正在积极转型的一个方向 那希望他可以 不需要让大家用这么多的 还有这么多的电力 然后而且买这些硬体 你只要有以太币 足够多的以太币 那用一点像是抵押 我保证我不会说谎这样 我们就可以借此来确保 这个区块链的安全 那只是这个机制 我们刚刚 这个说法是简化 非常简化的一个说法 那实际的极致 其实比较蛮复杂的 整体来说就是 他不需要透过 消耗这么多的天然资源 来确保 区块链的安全性这样子 因为他现在是说 他要立即停止吗 还是说他这个是有分阶段来执行 我第一阶段我要先关掉谁 然后第二阶段 我要开始做什么事情 让这件事情达成 让比特币 算力挖矿这件事情被淘汰 对 他这个是有一个 施行的时间的 那施行的时间是两年之后 所以他现在公告 甚至他现在只是一个草案而已 还没有定案 即便就是定案了之后 还要再花两年的时间 他才会真正的实施 所以有的人第一时间就会好奇 就是说 那当中国禁止了比特币挖矿之后 到底会影响哪些东西 然后不会影响哪些东西 我们先从不会影响的开始说起好了 第一个不会影响的 是比特币的转账速度 因为我们之前就讨论过 就是说那这些运算能力 其实是用来保护 区块链的安全性的 城墙 对它是一个城墙 那墙跌的越高 就是它只是安全性越高而已 但是它跟这个转账速度是没有关系的 越多人来挖矿 转账速度不会越快 越少人挖矿 转账速度也不会变慢 这是第一个不会影响转账速度 第二个是对价格的影响 我觉得是微乎其微 因为两年的时间 大家矿场它可以迁移 有的人他就是 我还有很多时间可以来反映 这两年的时间对于 区块链这个领域来说 它其实是非常长的 我们很难说两年之后 它的价格下跌 就是说原来是两年前 那个中国政府的禁令 终于要生效了这样子 两年前我们也没有办法预测 现在的比特币价格它是怎么波动 其实会有更多的因素来影响这个币价 所以我看到一种说法就是说 中国的便宜的电力要结束了 所以会推升整体的比特币价格的上涨 因为现在帮忙维护比特币算力的 都是一些比较昂贵的电价的国家 那所以这会推升整个比特币价格上涨 我觉得这是跳太远了 这逻辑我其实想不通 因为其实首先越多算力进来 并不会让比特币价格上涨 越少算力在这里面 也不会让比特币价格下跌 就是挖矿跟币价 这完全是两件事情 越多的矿工进来 它只会让挖矿这件事情越激烈而已 那所以当有一批中国的矿工离开了 甚至他们可能也不是离开 他们只是移民了 从中国移出去了 这并不会影响币价的涨跌 所以我觉得这个分析 其实是很有问题的 因为币价主要还是 我持有的人 我想不想再用比特币这个转账系统 主要还是我的供需 对 但如果我觉得因为现在 算力变少了 然后我觉得好像比以前不安全了 我可能会移走 那反而比特币的币价是不是 反而可能是下跌的这样 对 但是其实比特币现在的算力是 算是全球 已经是最安全的 对 它其实是非常高的 所以即便掉了一部分 我相信那70%是不会完全离开 就有点像是 中国把交易所赶走之后 他们并不是就突然关门了 也有一些关门了 但是多数是移往海外去 所以除非它低到一个影响 区块链运作安全的这个程度 这应该是掉很多了 可能掉个九成这样子 那大家才开始担心 就是 哦 那比特币的价格可能会下跌 因为大家信心诠释 而且那如果这件事情发生的话 那那个币价不是这种小小的跌 而是 宝跌 对 雪崩式的跌这样子 因为那就代表大家都对这个东西没有信心了 所以我认为多数是就是这种算力 小部分的人离开 这基本上对 虽然是70% 对 这基本上对币价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影响 那甚至一般人都不会有感觉到 就是安全性是大家最没感觉的东西 就是只有当 出事的时候才会有感觉 对对对对 就是出事的时候才会有感觉 那只要出一次试 那大家就突然就雪崩了 那也不然之前其实是没有任何感觉的这样子 所以自然也不会影响币价 就是供给跟需求都是稳定的这样子 这样听起来有点像是我们制造业的那种发展的过程 因为本来台湾可能是代工的 后来移到大陆 那现在大陆的厂又移到那种越南东南亚地区 对就是这些挖矿到底最后会移到哪里 这其实是讨论到比特币的发展 其实我一直很担心比特币这个 他们的升级的进程啦 你看以太坊他们的进展其实是非常 算是虽然有时候会拖延迟一点啦 但是基本上都是有按照一个很明确的路线图在走的 就是我们什么时候2018年2019年2020年的时候 要做到什么事情 我们要转心到权益证明 我们要发展以太坊2.0 但是相对之下比特币我们很少看到 比特币的这个核心的开发者说 我们要转心工作量证明赚成什么东西这样子 那当大家都发现 那工作量证明它其实是越来越不好赚 因为这个区块的奖励 也就是算力证明 每四年减半一次 等于就是说那我要电力要越来越便宜 要不然就是有一部分人一直离开一直离开 那我才能够维持我现在的这个不会亏钱 我才会继续开机啦 那所以我其实蛮担心比特币在接下来四年 就如果它在挖矿奖励再度减半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批人在离开 就是一样的算力 但我只能挖到一半的比特币 对或者是更少这样子 那所以我就会离开 这时候当中国也开始禁止这些东西了 那到底谁来负责这些挖矿的工作 这其实是令人比较担心的东西 那尤其比特币的核心的开发者 他们比较像是没有一个领头羊 像以太坊他有一个意见领袖 Vitalic Buterin 虽然有人会批评说 对那这样子是有点 中心化 对对对中心化 这样带领大家怎么走 但是这其实一部分啦 它也没有特别的地位 它只是大家都莫名其妙 喜欢听他说话而已这样子 对所以我认为这个币价 应该说是这个挖矿奖励的减半 或者是比特币的没有升级 反而会比中国的这个禁止挖矿的影响还要来得大 但我觉得这样听下来 其实中国政府提出的这样的一个策略 它其实是跟整个区块链产业 它有点像是密切贴合的 因为现在比如说你刚刚讲到的升级 它就是想要排除 想要不要再用算力挖矿这件事情 它要转型 然后升级到我不要用这么耗电的方式 我就可以来保护我这个整个系统 那其实中国政府要做的 也是不要再花这么多的点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其实是 有点像是互相在呼应的 对它是符合国际趋势的 其实我觉得 因为大家已经批评这个 就是耗费环境资源很久了 中国政府一直很 我觉得一直很有 很有guts 就是例如说它是第一个 跳出来在2017年 跳出来说那我们禁止 ICU的国家 那现在又是 第一个跳出来就是说 我们连挖矿 就是都不要了 就是算力挖矿都不要了 当然这两个都是因为 他们深受其害了 就是ICU是当初在中国 是非常活跃的 那也有因此很多人被骗 那现在他们自己国家 也深受这个挖矿其害嘛 就是耗费了很多资源 但是其实是在帮大家 全球运行这个比特币的网路 那他们自己又不喜欢比特币 所以 又管不到 对对对 又管不到这个比特币这样子 那所以干脆就离开 但是我认为还蛮有趣的是 这对比特币来说 比特币的这个矿工 或者整个社群网路来说 其实一件是好消息 为什么说是好消息呢 过去算力全部都集中在中国 这其实大家会担心 就是说那如果中国 他想要透过他们掌握的70% 75%的算力 搞垮比特币的话 其实相对容易 因为他们等于就是 城墙有70%都是这个国家盖的 对 那他要在中间抽个洞 这其实蛮容易的 现在他们等于是把这东西赶出去了 那赶出去之后就没有一个 相对之下就没有像中国 这么集中的一个矿场集中地 那相对之下会让比特币更去中心化 这就会让有一些人 反而解决算力集中的问题 对对对 反而会解决这种 大家很担心说 万一中国政府出手 然后让比特币崩坏 怎么办的忧虑 那现在就等于是说 那算力都是平均分布在全球各个地方 因为大家的电费其实都差不多这样子 对 那大概是这样 那我这边我来帮听众朋友问一下好了 因为他现在要赶走的是算力挖矿这件事情 但是不代表要赶走发展区块链这件事情 对 我觉得可以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很多人 他会直接把比特币跟区块链画上等号 虽然现在应该会更多人了解了 对 对所以区块链它是后面的这个 大家最简单的说法都会说 那区块链是比特币背后的技术嘛 之前有很多人问我说 那到底区块链能不能不需要靠虚拟货币 也能发展 其实答案当然是刻意的 因为现在有非常多的企业 它都是没有发行自己的虚拟货币 但是他们才用区块链 例如说Walmart 就是之前他们也说那我们要 其实都是同样的逻辑就是那我们要达通各个 不同机关或是不同企业之间的资料库的 逞强这样子 这是区块链的一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应用 那相对之下虚拟货币它只是说那我们用这个 区块链的这个技术来 让这个虚拟货币没有办法被正义的复制 然后没有一个中心化的机构 它可以去控制 阻挡 这个有人要转账给别人 或者是不转账给别人这样子 那所以 我觉得区块链是可以独立于比特币 所以它即便中国里面都没有比特币 我觉得它还是可以发展区块链这个技术的 就是它不要ICO也不要比特币的酸力挖矿 但是它还是要发展区块链 对 我有的人很多人会说啊 那这其实就是到底在说什么 你不要发展区块链啊 对 你就是 你就是 感觉好像 我不知道耶 这感觉好像你只要你 你喜欢的东西 但是其实 大家会觉得这不可行啊 那但是我认为这是完全可行的 因为现在已经就有很多不同的例子 告诉大家说 你不需要比 你也可以做得很好 的区块链应用这样子 今天这是我们讨论的 中国他们打算在 如果成立的话 是在两年之后 禁止算力挖矿 那它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以及它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那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内容的话 欢迎在下面把我们评分 然后留言 对 那另外我们也给 语音节目的听众一个 100元的折扣码 你可以用来订阅我们区块市的文章 你只要输入 LISTEN LISTEN 你就可以获得100元的折扣 优惠 谢谢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